湖南永州职业中砖发生凶杀案 一男生被捅倒地身亡 凶手已被抓捕归案 9月13日 在湖南永州职业中砖附近 发生了一起血案 据校外的商铺老板说 当时有几名同学跟一名学生发生争执 双方在争吵了一会儿之后 就开始打斗起来 因为已少敌多 这名同学就用随身携带的折叠刀 将对方一人给捅伤倒地 从周围群众所拍摄的画面来看 该事件发生之后 学校的医护人员及时赶到校外 对受伤的学生进行抢救 但不幸的是 等医院的救护车赶到时 这名学生已经被盖上了栏布 目前凶手已被警方抓获 9月14日身亡男孩的父母 在学校门口拉起了长长的条幅 白纸黑字字字气血 上书杀人长命血债血长 据学校学生透露 这两名男生一个来自齐阳职业中砖 一个来自三中 事情的起因好像是两个男孩 同时喜欢一个女生 赶上星期天学校放半天假 就发生了冲突